今天也是我們的盼望 現在我們大家一起起立 大聲的來讚美我們的主 主的喜樂是我們力量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一定酒恨是我安望 在旁邊的樹下裡 也許不怕出結末 為了一種一生歡喜快樂 主的喜樂是我力量 一定酒恨是我傍晚 只要兩張樹相依 也許不怕出結末 萬人應求我一生歡喜快樂 我要讚美 我要讚美 無論的是夢無論事 我要讚美 每天從日出到日落 我心間地與你 每天讚美 無敵 我要讚美 要無讚美 我要讚美 自由讚美 好好好 虽然赶紧说不消意 也许不怕输入结果 或认为你身旁心快乐 我要准备 无论的时候无干事 我要准备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间一与你 每天赞美不停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欢呼 一时永远大声响 我要赞美 一时永远大声 我要赞美 每天从日出到日落 我心间一与你 每天赞美不停 我要赞美 跳舞赞美 我要赞美 自由赞美 大声欢呼 一时永远的圣经是永远大 一时永远的圣经王 四个雅之间的主 你是我们的土 我们的圣 我们来到你的这所来进化你 来歌颂你 你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 你的酒 是我们的炕烂 我们的心 切切的寻求你 在干旱 无垂之地 我们可想你 我们切勿 主 主 我们要看见 我们要看见 我们要看见你的大能 你的荣耀 彰显在这圣所当中 主 我们要看见 求你降下同在 祝你降下同在 在你子民的敬拜中 求你写出荣耀 在你子民的敬拜中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如果我心看见你的荣耀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这世代要看见你的荣耀 求你降下同在 在你子民的敬拜中 求你写出荣耀 在你子民的敬拜中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如果我心看见你的荣耀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这世代要看见你的荣耀 我们不求你秘密 求你安排我们 我们选择你的秘密 求你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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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我要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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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心看见你的荣耀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这世代要看见你的荣耀 我要看见 你要看见 我要看见 你要看见 这个世代要看见你荣耀 我要看见 你要看见 这个世代要看见你的荣耀 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请坐先来 感谢神的话题 是我们脚前的恩 路上的光 感谢神的真理 保守我们在通法 政府的战役 感谢神的真理 保守我们一步一步走在神丛与 风盛枪组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一路 你我走着一路 道上我一路 当时你在保护 万人终为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无边的迷信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一步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一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一步 这是爱我之路 你爱你一手 你我走着人生的路 你是我一路 你我走着一路 都想我的一路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终为独 你爱我人是我 永远不变地去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都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一按一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都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一按一手 谁与我走着人生路 哈喽 将在神的荒野上 快飘山 帮我祝福 多佑神 祝福 神即一致很安慰 如去我心中的伤痛 哈喽 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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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不願依依尋 這一生都是祖母 一步有禮物 這是恩別之路 一海一生 將我輕輕抓住 一步有禮物 這是淘汰之路 你愛你熟 請我走著人生路 一步有禮物 這是冷天之路 你愛你熟 將我緊緊抓住 天生路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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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神是我們再次來到你面前 因為你的愛牽引著我們 你的愛吸引我們到你面前來敬拜你 父神我們謝謝你 因為你是那一位被得送讚 讚美的上帝 因為你將這一切的美好 展示給我們 你也保守我們在你的愛的裡面 讓我們能夠來敬拜你 我們也謝謝你 我們也謝謝你 因為你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所成就的大功 你拆遣你的聖子 將是為我們的罪來死亡 也為我們趁毅來復活 讓我們可以在你的愛的裡面 我們有一天念見你的時候 我們可以毫無自責 這都是因為你的保險 父神我們也謝謝你 因為你讓聖靈 常住在我們當中 你的榮耀顯示在聖靈的當中 與我們同在 你的榮耀 我們也要帶領著我們 繼續走往前面的道路 我們為了這一切的美好 來獻上我們的感謝你 就是我們謝謝你 也這時候請你來安靜我們的心 讓我們能夠安靜下來 與眾基兄姐妹一起來敬拜你 透過聆聽從你那裡的信息 所願意的聖經幫助我們 我們這樣祷告感謝 都是奉主耶穌基督的你 阿们 我們請起點一起來 讀《史福信經》 《史福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主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如圣子 因着圣灵承运 如同真理玛利亚所生 在恳忧与拉多手下受难 被病于十字架受死埋葬 站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圣天坐在全能复上帝的丢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夺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额宫之教委 我信圣徒向后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圣体复活 我信永圣 阿们 请坐 我们今天要来语圣经 今天主要来语圣经有两处 第一处记载在马泰福音第七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第二处现在记载在罗马书15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马泰福音第七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请你收集的仔细来见我来念 我用2010年合合本修订版的来念 第一节 你们不要平断别人 免得你们被审判 因为你们怎样平断别人 也必怎样被审判 你们用什么凉器凉给人 也必用什么凉器凉给你们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事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凉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凉目 只能对你弟兄说 让我去掉你眼中的赤膜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凉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赤膜 第二处圣经在罗马书15章 第1节到第17节 罗马书15章第1节 我们坚强的人应该分担 不坚强的人的转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各人勿要让灵人喜悦 使他得益助得照旧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辱马里的人的辱马都落在我身上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会教导我们写的 要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因圣经所生的安慰 得着盼望 但愿 是忍耐和安慰的神 使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会使你们同心同生荣耀我们 耶稣基督的父神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归荣耀给上帝 接下来正道 从前传道主要正道的题目是 接纳人的不安全 我们下道请 我们一起给大家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用爱牺牲了你自己 用保血洗净我们的证 你深知我们软弱已不完全 仍然愿意舍己 完全接纳我的良事 求你赦免我们 常常无法原谅别人的过犯或软弱 教导我们学习 你对人无限的爱已接纳 这是我不要在你面前敬拜你 求圣灵引导我们 更认识你的话语 用全心全意的心 临听你的话语 使我们在生活中 活出爱与接纳的见证 这样祷告是奉靠绝书的圣灵求 阿们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接纳也不完全 我先问大家 你觉得接纳这件事情 不容易 不容易 对不对 笨听课 好 其实真的很难 然后我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我 我大概几十年前 曾经接到一个学生 然后跟我讲一句话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非常的难过 然后我都不知道 我应该怎么样跟他谈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慰他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 让他去接纳他的家人 他说 爸爸妈妈是 关系没有非常好 所以爸爸在性方面是不太能够满足的 那很奇妙的 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被爸爸就是有性的侵犯 就是有乱言的问题 那因为很小 所以他根本就不敢去怎么样 去揭发这个事 然后也不敢跟妈妈说 所以因为妈妈爸爸已经在吵架了 所以怕长得 而且爸爸也会说不理解 类似这样的话 所以他从小就 就这样情况 那时候他已经二三十岁了 他就说他不敢结婚 所以他也没有结婚 你今天会觉得心酸 如果是这时候你介绍这样的一个学生跟你说这样的话 然后他就说 老师我一直想要自杀 我听得更难过 然后我就后来就有陪他走一段时间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上我的课 然后就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一直都是陪伴他 只要有一天他的乳癌 他本来是要刺杀的生命 后来他跟我说 老师我现在不想死 本来他是想死的生命 后来他跟我说他不想死 因为他觉得这个生命很宝贝 那你想这样的一个孩子 你说他如果有接纳老夫妻 他的婚姻也是因为这样子 而害怕和恐惧有担忍 我想我们每人如果有经历到这样一个过程 看到有些人不敢结婚 或者是看到有些人他面对这些事情 他有很多的苦楚 很大的被逼迫 或是很大的心里面的伤害 我想要他去做一个接纳的一个 父亲的一个动作都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 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说 好多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伤害过 很多的 所以这个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我想到 我在想到说接纳的时候发现 哇这是何种不容易这件事情 即使是家人 要接纳要饶恕都是很困难的这件事情 不管家人对我们做什么 其实我们说真的要有些时候 这边要接纳没有一个容易 那我要说就是 如果今天是你经历过很多不一样的伤害 不一定是这方面的伤害是别的伤害 你没有办法去接纳 或者是别人对你的一些不堪的言语 或不入目的言语去伤害你 那你有没有办法去言扬对方 我想这个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圣经上加拿大书记里讲过说 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 我们有内在里面有这些东西 之后 尽管 尽管 坚异 坚强 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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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佳安他書裡面講的一段話 我們很多人也會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淪謝 也許是其中一樣 也許是其中第二樣 也許是第三樣 每一個人內在不一樣 自己心裡有數 在哪個部分是你曾經淪謝過的 或是曾經也有走路偏差過 包括我們自己人生 自己要刻來想 那我們怎麼去想別人 那這樣的情況 當有人陷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還能接納嗎 但是我們都會犯 這些我們都會犯 我們都會犯 那今天生氣裡面教導我們說 你們不要這樣論斷的 免得被論斷 然後畢問你們怎麼樣論斷的 你也怎麼樣被論斷 你用什麼量去量給人家 用什麼量去量給人家 因為在打量別人的時候 你在評價別人的時候 別人就不利 你這樣評價 我也會這樣評價 所以你們會發現 有的時候 我跟你講 那個人怎樣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他就會說 對啊那個人也是怎樣怎樣這樣 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話 所以很容易就是有這種現象 那事實上 你看 聖經教我們 就是耶穌教我們 不要評斷你們 不要審判 其實那個評斷裡面有審判的意思 他說不要逼批人 他說我們要常常要檢查自己的動機 還有自己的評格 其實我們人要批判思考能力 但是我們不是要去指責 重點是不要做指責 不要做審判官 這比較重要 然後很多人是怎樣 把別人的過範誇大事實 有沒有 有些時候你要重傷對方說 剛好他發生一件事情 你剛好看他很不爽 我跟你講 對啊就是這樣 會加大誇大其詞 很多時候我沒有這種現象 然後呢 自己也有自己的問題 常常會忽略到自己的狀況 所以很容易這樣做 或者說 你很想改掉 那個人有很多的壞習慣 我要拐掉他 我要讓他的這個壞習慣改掉 所以你都很想改變對方 事實上你會發現 要改變對方有不容易 先不說不要改變對方 先說改變自己有不容易 都很困 包括我自己在那裡 我都覺得說 我都習慣其實很難改的 很難改的 那我們要記得 我常常想你這件事情 當然你要 要改掉這個好 這個壞習慣 最容易的方法是什麼 在你還沒有去論斷別人之前 先去了解別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態 你去了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他沒有辦法做到 你去了解他 就聆聽他 你會發現在了解當中 你就會發現 你要接納他就比較容易 當一個人有偏差行為的時候 或者是有上癮的行為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他背後其實 跟原生家裡有很多的關係 或者是他過去有很多被錯誤的對待 造成他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用一個愛 或者是接納心去了解去體會說 為什麼 他的背後先不要論斷 先了解 了解之後 再來做你的判斷 然後你從判斷當中 你怎麼樣引導他 用愛去接納他去老說他 這個是我們這個聖經裡面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今天我們在講這個紀錄 非常重要的概念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 外人的錯 你比較能夠接受 對不對 你要給容忍 因為畢竟他跟你比較沒有相關 但是呢 你自己的親人怎樣 那個傷害怎樣 就會很痛 而且你看不慣 你就越想要改變他 你想要不要心 尤其是你小孩 你想一定要乖乖啊 你要走走這條路 可是他就偏迫不走這條路 就會很生氣 我常常有經過 這樣的一個腹膜的狀態 弄得喔 我常常在醫院裡面弄的就是 親子關係很糟 常常喔 家人都會 就是病患都會跟我說 我今天跟你講的話 我家人都不知道 我今天跟你講 那你不要跟我家人講 你就知道我們的關係 彼此是不能接納的 連性政的關係都很困難 因為他覺得 我講了之後 我爸爸媽媽是不能原諒 或是我講了之後 我爸爸媽媽是沒有辦法接納的 所以我寧可不講 因為講了之後就會被罵 因為沒有辦法被了解 也沒有辦法被接受 所以他覺得父母沒辦法接受 你就不要講 所以你知道嗎 當你指責在先的時候 審判在先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的關係就會斷裂 那個彼此沒有辦法互相守護 然後彼此沒有辦法互相愛對方 很難 所以你看連家人的情況 都會有這種現象 這是我常常經歷的 連愛家人都很困難 很困難 好再來 所以我們要避免受傷害 一個最重要的方法是 你怎樣去說 他說要學會告訴對方 他哪裡做對的 如果你常常跟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先生 或你的孩子講說 你哪裡做得不錯 你哪裡做得很好 你會發現 他好像比較容易改變 你會發現 因為你愛在先 他就願意改變 可是你指責在先的時候 他就怎樣 反給你看 有沒有 他就會 為錯而錯 故意錯給你看 然後讓你生氣 他會讓你生氣 就會這樣 所以你如果一直在指責 他就一直錯給你看 那你就會越來越糟糕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說 你如果越批判別人而喊 你如果對孩子越來越多批判 你的孩子將來 你會越多越批判別人 你怎麼教你孩子 你孩子就會怎樣做 給別人看 所以如果你看到很多 常常批判別人的人 你會發現他的家人 可能是一個很嚴厲的家人 那你需要去瞭解去體會 所以你就不要去問斷他 說 你用一天告訴人家 你很少沒 不是 是可能從小到家 他的家人就是很嚴格的人 所以他是受到很嚴格的對待 他被錯戴 所以他用這種方法來錯戴別人 所以我們對這樣有更多的 需要包容跟介入 那這個最難對不對 你說為什麼我體力 為什麼要讓他這樣罵我 我們受不了 我們要反擊 為什麼我們就要反擊 但是神就是 神是說 這樣的人其實他背後裡面 有很深的痛 在他裡面 所以他現在看你 都是看不慣 我面對太多這樣的人 一天到的都在罵 沒人不對 都不是自己的錯 都是別人的錯 有沒有發現 很多人是這樣 沒有先檢視自己 都是在檢視別人 所以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他聖經上講說 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 卻不想自己的真友聯絡呢 他在講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也是 都是別人哪里有問題 哪里有問題 其實事實上自己的眼睛 好不可以 可能說得不可以 還是說得什麼 不可以說 類似這樣 就是你的眼睛 自己沒有OK的眼睛 你也有一個健康的眼睛 你也有一個好的眼睛 對待的眼睛 你有好的愛 在這個人的身上 所以你就愛不出來 所以你就被隔掉 然後就用錯誤的方法 來解釋別人 所以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對你弟兄說 容我去到你眼中有刺呢 雖然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本身 內在裡面很多時候 是我們的良面的問題 但是我們都在講 可別人的刺 哪里有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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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我們 不是只有你喔 還有我喔 我們都覺得 有些時候 我會看那個人 看得不慣的時候 我會面積去 這個人是 這樣 我也會這樣 但是這個都很正常 我要說話 請問你就是人 這就能夠正常 所以我們只能讓彼此接踏 在這一塊裡面 當他在唸的時候 就當本片封書 反正他竟然看不慣了 他在唸你就接受 就過去了 不要再敬念 就不要再敬念 你就好了 好 那 這裡來講到說 你這假 他在講到法律善 你這假冒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後才能夠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一次 所以自己的良目要先不見 當你良目不見的時候 你那個刺就會覺得少很多 你會發現 當你心理愈健康的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去解釋別人 不對 你相信嗎 包刮親的 對 包刮親的 不容易的 不容易 第一個想要出去自己眼中良目就很難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有良目在哪裡 你相信 像不相信 我們很多時候 不清楚自己的盲點在哪裡 所以你有不好的盲點去看待對待別人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 我們內在裡面沒有足夠的善良 所以我們沒辦法怎樣去接待別人 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因為你的愛不夠 當你的愛夠的時候 你會發現 人家說愛度量就會大 就會比較容易寬容 我們的肚子要夠大 夠堪容 才有辦法怎樣去接納 去愛別人 好 這個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那我們自己的生活 我們需要不斷的來看自己 要不斷的眼光來看自己 看自己的軟弱在哪裡 看自己的良目在哪裡 看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而不是去多 就是箭頭不要指向別人 而是指向自己 多指向自己 這個比較重要 那 跟鏡頭說 我們最重要是把注意力 集中自己的後患 不要把眼睛都注意到別人的後患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學 大家都一起學 瓜瓜瓜 好不好 我們一起學 一起努力 我知道一天不講別人壞 壞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因為你有很多看不慣的東西 對不對 有意思也是 對不對 他病人不乖 他叫你生氣 你會 對不對 你還一直看我 對啊 所以我們肥育兒都一樣 其實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不有解釋 也好不好 不有解釋都看我們自己 別人的過犯交給上帝 好不好 別人的過犯交給上帝 因為別人的過犯 不是我們能夠改變的 我有上帝的愛能夠改變他 這比較重要 一定要記得好不好 什麼都忘記 一定出去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別人的過犯交給誰 交給上帝 交給上帝 為他祷告 然後希望他的生命能夠被轉化 這比較重要好不好 這我最期待是大 大家這樣 那聖經一律子在跟我講 世人都犯了罪怎樣 虧虧的神聖的無妙 這個 沒人會被人去化 但是 我們還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有軟弱正常 好不好正常 因為 一人一個都沒有 我們用這樣來合理化自己 反正就是大家都是罪人 大家都不完全 所以 就是因為你不完全 所以我們每一個都不完全 那你有什麼資格比別人 對不對 如果我們自己不完全的話 我們有什麼資格比別人不對 我們用這樣想 你就比較沒有想到 這樣子 而且我在學校的時候 我們你知道我們 每一個人都要打掃 所有的那個 我們住校的時候 都是要這樣 清潔 然後每一個人分配所有的地方 這樣子 那我們有一個 就是像審判官檢查長一樣 每天都要檢查 哪一個人沒有做 然後就一直盯一盯 讓他做完為止 其實他很負責任 如果他以他的 可是那個不是他的責任 那個是另外的人責任 但是另外那個人都看不慣 因為他平常就有很多 那個什麼乾淨的習慣 他無法忍受別人的做 所以他都會去檢查 然後還打小報告 那時候我當僚長 他常常來跟我打小報告 變得沒錯那個 所以他過得很快 而且他人際外心很差 為什麼 因為他每天都要解釋 你的錯 所以他人際外心很差 那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看也是基督徒 對不對 神院都是基督徒 對不對 也是會這樣 但是因為元聖教理 他也很嚴格 後來我去了解他 我就很接納他 所以你知道嗎 後來他每天都來叫我 中間聖姨姐起床了 中間聖姨姐起床了 每天 只是要吃早餐嗎 要早點睡 他每天都來叮嚀我 他會這樣做 因為接納他 愛他 然後我整天點過他 點過他之後 他自己 就有點嚇一跳 後來他跟我做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互相接納 那些接納之後 就發現可能有很多 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愛對方的時候 你會真正的興趣 愛對方說 那些朋友本來是 會檢視你的人 後來就是怎樣 跟人家共生機關係不好 後來他慢慢去修正他自己 他慢慢也跟別人 你喜歡越來越好 這就是我們需要發揮的功能 不是嗎 你要這樣做 OK 每一個人都要這樣做 這很重要 那我在講 這個就是 常常我會犯人的問題 那文士跟法律賽人 其實我們很像文士跟法律賽人 文士跟法律賽人 就是用律法人來審判 對不對 那這個 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就是有個婦人 他行李 然後被抓 好像抓奸 那樣子 抓到 就要被審問 所以就來問耶穌 其實 你知道他 他滿惡劣的 他文士跟法律賽人 其實要做什麼 其實是要犯罪耶穌的 對不對 他用這個 我看看你要怎麼說 你看 他就是犯了 以前 我看你在摩西律法裡面 就是行李是不可以的 對不對 所以他就說 反正行李的人 一定要使多拔死他 他就要看耶穌到底會怎麼去做 然後趁這個機會來犯罪耶穌 這個耶穌也滿厲害的 他怎樣 他就在地上 畫字啊 當成沒什麼事一樣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他在報什麼字 寫什麼字文 都知道 反正在摩托 然後他就說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說什麼 一起來面白 來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多有智慧的話 一句話 把所有人都打死了 為什麼 誰認為自己沒罪 你們誰認為自己沒罪 所以大家突然覺得 其實我也有罪 所以你看 耶穌本來是要被陷害的 他從一個很聰明有智慧的一個答辯 我都知道 很正確的答辯 馬上掌握回去 今天這些人都死光了 就是沒辦法 只好一個人一個人的離開 因為大家都知道自己有罪 那耶穌就跟他說好 他有沒有 他是接納了這個心靈的婦人 但是他怎樣 他坐著 耶穌坐著 耶穌坐著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在耶穌的手 有沒有去伸手去接納這個 行靈的婦人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裡面 其實很重要是什麼 耶穌是用愛來接納這個過分 當一個人有過分的時候 他用愛遮掩的過分的時候 這個人他的生命的願意改變 所以我告訴你 當你接納這個人的時候 你不是接納他的罪 但是你接納這個人 他因為有愛 所以他生命的樣子 他願意改變 如果一個人他沒有得到愛 他就我願意自己改變 所以改變是誰 自己願意 我們沒有辦法遠交別 我們要讓他自己 情願來到神面前 那很重要 所以我們只能要學習 像耶穌一樣 用愛 我們之外也沒有辦法 很不容易 但是我們學啊 我也在學 我也在學 每一個人都要學 這是神對我們的功課 那這個 這個是灑蓋 大家看到這樹 這就是灑蓋 那你知道灑蓋 在大眾人面前 大家都覺得他是什麼樣的 因為他得詐別 然後欺騙別 然後多拿了一個稅利 那是個稅利官 稅利長 但是他是被排斥的 因為他欺騙了 所以他去收稅的時候 都是這樣桌收 然後反正 大家都很討厭他 大家都離他很遠 大家都排斥他 那是耶穌來的時候 耶穌路過那邊 他就急急忙忙 他覺得他忍又癌 那麼多人都要找耶穌啊 所以只好怎樣 爬樹啊 爬到一個樹上去 那耶穌就 眼睛就看到這個人 反正看不到呢 耶穌親自就 然後眼睛就看不到他 因為這個撒開 他也是很渴望要見識 見面書 他也希望他是不是來到改變 我相信他也很分擔 想不想去 而且我相信他家人也很分擔 因為他被 他會成為一個被指責的人 他的家人應該也是都會被怎樣 被看不起 被被看欺 哼 你爹人 歪丐這位 我不要跟你的家人在 你的家人都是呢 專門在 勒索別人 要跟要錢 所以就很討厭他 可是耶穌就說 我今天要住在他家 耶穌主動發出訓情 他有沒有跟他講說 耶穌你來我家住 有沒有 沒有 是耶穌自己看到是 他那張可惡 他知道他要跟罪人在一起 然後他就住在他家 什麼叫住在他家 這個很重要 然後呢 你看耶穌他是接待這個罪人 然後運運到這個家裡面來 那因為耶穌來到這世界 不是在尋找私上的人 私上的人 那個臨裡面有傷害的 臨裡面受傷的人 臨裡面有罪 神是願意接納他 耶穌願意接納他 所以你看 耶穌他看到那個散開 他內在裡面的渴望 內心的渴望 內心的期待 那賞該 是被這個文士 或者是 就是很多人被死 就是被 我們也一樣 對這樣的人 我們都很容易這樣指控 或是很容易 說出論斷的話 或說排斥的話 或者是親世的話 我們都會感到 可是呢 賞該卻被耶穌接受 耶穌先接受這份 這個罪人 然後呢 又按照愛他 接納他 包容他 住在他家裡面 所以其實 接納有這個意思 帶到自己的家 帶到身邊 帶在身邊 像劉老師家 一天到晚 接納好多的人 都到他家吃飯 我也是其中之一 有些時候 來吧 來吧 就是那個接納 很多人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接待自己的人 接待人到家裡來 這個是一個接待的意思 之一 另外的部分 接納是什麼 它是什麼 向對方那樣 敞開自己 你向對方敞開 很多時候 你沒有敞開 是表示你也不接納對方 你現在不相信 很多時候 你不願意把自己的心事告訴對方 是因為怎樣 你不相信對方 你也沒有接納對方 你覺得這個人會出賣你 所以你不會跟他講你的心事 不是嗎 因為你也不太能夠接納他的 大嘴巴 對不對 所以你不相信 所以你害怕 無可拒 這就是我們的心理念 很多時候接納 接納不一定是怎樣 認同他 因為金納本身 很多時候是錯的 譬如說罪人 你怎麼樣認同 你怎麼樣去說這樣子的人 我不可能是這樣 通常我們只是接受這個人 接受這個生命 但是我們不一定認同他的行為 那金納是怎樣 按照對方 原本一樣是來愛他 原本要是就是說 譬如說他很懶惰 你也是要愛他 譬如說他張希希 你也是要愛他 譬如說他很囉嗦 你們也是要愛他 有沒有 你遇到一個這樣的人 很囉嗦啊 講不停啊 我跟你講我一天都會 有一個人 一天都會打三通電話給人 至少 然後一下子就打 一下子就打 一下子就打一下子 當然我知道安慰 精神上有一定要的狀況 所以我就是要怎樣 每天要接招 每天要接招 有些時候我跟別人講一半的話 講到因為賴進來 他就斷掉了 我就沒辦法跟別人講 我還要再去回應他 有些時候是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其實 要接他這樣不容易 但是就是要接他 要不要怎麼辦 他還是會來 而且你看講完一次沒有用 第二次還會來 第三次還會來 第四次還會來 我常常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按照這個本相 按照 按照這個本相就會來了 那神有沒有按照我們本相愛你 怎麼樣 有啦 神有按照本相 不然我們今天怎麼在這裡 神按照我們本相愛你 只是你有沒有嘗到那個愛你 好 那接納是什麼 是歡迎接納 歡迎接納對方 接待對方 是歡迎的 而且接納不是消極的忍受 是怎樣 積極的歡迎 這一點就很難 這一點也很難 所以接納做到 其實接納縮穿的就是愛你 對不對 就是幫過你 從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你怎樣我都好 都 你 反正你就是我的孩子 我就是不這樣愛你 可是有沒有發現 連自己孩子 他做不對的事情 或者他 他都沒有辦法被解放 替他們那些 你這樣不孝樹 沒有你把我出去 有沒有 常常是這樣 我們聽到很多故事都這樣 所以後來孩子就離家出走 有沒有看到 新的孩子也是負氣而走 現在是因為沒有錢 所以沒辦法再離家 有些時候是這樣 因為幻孕實在是很困難生活 他只好再回來忍受你的氣 有些時候是這樣 不是嗎 我們的社會不是這樣子嗎 常常看到 所以接納有些接納的原則 是什麼樣子 是按照神的屬性來接納 打掉神 那你自己有沒有被神接納 有些時候說真的 我們自己都覺得我都配對神接納 神願愛你 你不願意對祂接納 有些時候你就當逃兵 說我不要這樣子 我覺得不相信上帝要愛我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你就就沒了 說真的 不相信就沒了 你看樂趣而解 單單純純的相信 就有了 對聖經也沒多了解對不對 但是就是知道上帝愛你 那他就接受 你看他現在喜樂的對不對 有相信就是喜樂的很 這就對了 你看他榮音 你看連兩個人都是坐在旁邊對不對 你看他笑你 你看就是不一樣 他會講話 過去不太能夠講話 現在能夠講話 講一個完整的對話 這個都是怎樣 因為愛被改變 因為愛被接納 被改變 生命就被改變 被調整 就是喜樂的對方 不是嗎 就是這樣 我覺得 所以我們要接納別人 要接納自己 我們要愛別人 也要愛自己 很多人是愛別人 也要愛自己 要不然就是愛自己 沒有愛別人 就是愛自己 沒有愛別人 就是自私啊 對不對 可是神弄要我們這樣 神弄要愛神 愛人 愛情 三個都要愛 三個都要愛很難 但是我們要總能做到 比較平衡一點 因為有些人 有人做得不平衡 有人只要愛神 不愛人 很奇怪 只有愛神不愛人 沒有這種人 你相信嗎 他每天跟神在一起 那時候 不會跟他家人在一起 因為他覺得家人會傷害 所以他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知道嗎 會逃避耶 盡量不要跟家人在一起 免得一天到晚 被拉高 聽到一些很不舒服的話 所以他就躲起來 我相信我們都有這種經驗 所以接納別人 接納自己 都不是一些能力的事情 那聖經裡面就開始講 所以我們比較能夠堅強的人 比較有淡淡的 希望都淡淡邊的冷肉 因為耶穌自己本身 都不求自己的喜悅 這個保羅講這句話 我都覺得 唉我們都喜歡求自己的喜悅 怎麼會不喜歡自己的喜悅 不管求自己的喜悅 自己喜歡的時候 來做嘛 不喜歡就不要做 所以現在還是 只要我喜歡 有時候不可以 現在都這樣 可是上帝不是人 保羅耶穌不是人 耶穌是說我不求自己的喜悅 這是保羅教教導我們 那他又講就說 你們要去愛你一次 合必鄰居的要去愛 要去接待 然後讓他得益處 然後建立那個信德 這個是保羅教導我們的一信 然後他說 你看又再一次講 你看 不求自己的喜悅幾次 第二次又再說 不求自己喜悅 他說 唉呀反正喔 耶穌就是路媽裡的人 等路媽全部都會在我身上 那意思是什麼 耶穌承擔那些過犯 你的過犯耶穌幫你承擔 那你有想說 如果我是耶穌 假設 我們學耶穌一樣 這就怎樣 好吧 你有軟弱 我們一起承擔 我們一起承擔 不求自己的喜悅 我們就比較苦 也帶你去 回你去 可以嗎 我們來學 好不好 不容易 但是我們學 我們也在學 每次我在看聖經 好像都在教我 你要這樣安慰啊 我們重新來反省的事情 成就反省 然後上帝要教我們說 要忍耐 要忍耐的心 要安慰的心 因為人的神是一個忍耐 要安慰的神 那我們要學死相基督 你要學相基督 學相基督 記得 就是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就對了 但是就是不容易嘛 因為耶穌是神 我們是忍 所以我們就是追尋 跟隨他的腳步 跟隨他腳步 然後我們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忍耀神 絕對不是忍耀自己 所有一切都是為了忍耀神 要不然人家說 你看那個人 是耶穌基督 他上帝也差不多是這樣 一天到你避避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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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覺得 啊這個經驟我們做的很失敗 但是我們經驟每天都在做不行啊 這樣的情況 我們今天都要做 這個經文最後一個經文 也是結論 你避避別人 來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 如同基督接納人家 使榮耀歸神 好那我們做一些 你看到這個是什麼 一隻年輕的手接納一個長輩 有些時候我們跟長輩說 你的行動這麼慢 講話這麼慢 然後又這麼囉嗦 有沒有 他講話一直在重複 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而且重複的都一樣 因為你老的就知道 保安不提當年也有 一直提一直提 有沒有 這個就是 每次回去我公公那邊 講十倍以上都同樣的事情 你看你會不會煩死人 還是要接納 很正常 習慣就好 就是接納長輩 接納 今天講的都是接納 我覺得不容易 來 夫妻之間怎麼樣用愛 彼此對待 還那麼守護 彼此守護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 要說我把它弄下來 夫妻要相愛 不要互相用 不信任眼光看待對方 你是不是又有小三 這樣很不好 這樣很不好 這個眼睛 黨長懷疑都要懷疑心 也很不好 除非那是事實 然後他已經提出 而且你已經怎麼樣 那時候再說 他是要怎麼去接納 好 那我相信 一個被愛呵護長大接納的孩子 他這個人格將來是比較怎樣 比較走在正確的奧路上 如果這個人 我們從小就灌輸上帝的信仰化語 在這個孩子身上 每天這樣交灌神的話 每天這樣交灌交灌交灌 有很多人不同的交灌 我相信這個孩子 將來還有不一樣 我相信這個樹 長大的時候 他就更直 他遇到風浪的時候 他比較不容易會被吹倒 這很重要 因為我看到太多 一開始就被吹倒了 當他再回來的時候 很辛苦 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回到這裡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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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累 好 那我希望 好 我們怎麼樣把女后變成愛 親人 朋友 這個部分 我們要從親人開始接納起 然後慢慢的 我們朋友 我們在交到社區裡面 所有接觸到的任何人 親人比較難 顛倒鞭是不是 因為親人比較容易受傷 OK 那其實 我要說 有這些人 我們平常有沒有辦法去面對 去接受 你看 愛論斷是非的就在我們當中 我們有辦法接受他 那很多人 前面跟你講一套 後面又說你一套 你們是這樣的 那你們有辦法接受 很多人喜歡說謊話 沒有誠實對待 那我們有沒有像法律在裡 這樣常常解釋 沒有很不錯 神控管理 那我們有沒有 神時候是自我講心 如果一個自我中心 你可以接受嗎 如果一個驕傲自大人 你可以接受嗎 如果一個人 天天在講負面的話 有的人 你可以接受嗎 他如果後世然做 你可以接受嗎 完全的不愛講話的 莫娜管理 你可以接受嗎 你跟他在一起他都不講話 你問他都 他也不太講話 不太明明 你可以接受嗎 如果他做很多事情 你要叫他做什麼 他總是很被動 然後常常就是收回去 你可以接受嗎 很哀叨叨的 一定會很哀叨的 你的 很哀叨的 你可以接受嗎 我要說的 可能這些 是你支持別人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去解釋別人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可以解釋 如果你想要解釋別人 那你要對別人的主事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後 最後 我希望我們一個人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 更難的是後面這些 有狀況的人 這是更大的難題 精神奇幻 你可以嗎 上癮者 你可以嗎 愛知病的 外癒的 氣死人的 你要 性格偏差的 如果是族群 你說我們會看見別人 行為偏差的 你也會受不了 所以我告訴你喔 我們離接 那還有很遠的程度 還有很遠的距離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有 捨得害在我們上中 人家經濟這些人 就比較容易 所以我用了最後這張圖 希望每一個人 一定要學習 不管種族 不管發言行為如何 我們怎麼樣 用神的愛來包容 來提心 來守護 來了解 因為了解當中 才有意志 在愛裡面 才能有真正的了解 所以這個很重要 那我希望 我們真的是把這個冷漠 然後變成愛 感覺到每一個人 唱這首歌 Vivin 慶幸 Livin humor Mivin Vivin Mivin 心 Mivin Livin Mivin Mivin 阿滴世俗把揍 奔向困惯 也见不出声音音怀 奔向爱给那些 无期的音乐空 祈求你心为心 祝你爱的眼前世界 祈求你身边的世 要你我 它柔缘着爱 祈求你心为心 祈祷的心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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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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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變相愛 天父我們要謝謝你 謝謝你 因為我們不完全的時候 你就這樣害人了 求上帝你看護我們每一個人 真的是包容自己的不完全 也包容接納別人的不完全 我們願意學向你的樣式 不論亂別人 不以自我為中心 或成為一個審判者 或成為一個像法律賽人為師一樣 天天都在做以立法為主的事 主我們就這樣每一個人來反省 我們周周有太多人 都需要我們去關心 需要我們去接納 有很多受傷的靈魂 需要我們去了解 我們需要用愛來抑之 因為我有神 可以作為他們一致 可以作為內在的一致 當我們家庭關係 不和解的時候 主耶穌祢的愛 讓我們接納我們的家人 接納我們的朋友 就像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我們彼此 立同學向基督向的樣式 讓我們冷漠 不夠變成愛 這是您的願意 求上帝您再募能力備 這樣的祷告 都是奉靠祈福的一切 Amen 我們現在來讓我們 我們請先用華語來文念 來 來 所以你們要彼此見納 獨懂基督接納你們 獨懂基督接納你們 獨懂要歸於上帝 我們再跟著 所以你們要彼此見納 獨懂基督接納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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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懂要歸於上帝 所以就三將來 請請一道要將來地 一道願更為你小學 英文 接下一個奉獻 您如果上聖大約為三位都可以 一道願更為你小教 大學 大學 歌 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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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